腾式D9也要换代了 我们眼前这款就是2024款的腾式D9 它带来了一些升级 虽然是一个年度改款 但是它的升级其实成绩还蛮大的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首先腾式D9的设计 你讲它多么激进 其实没有 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叫经典耐看 这个前脸辨识度很高 我觉得坊间讲它是肌肉块最多的一台MPV 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 因为MPV给大家感觉就是安全可靠 那它已经做到了 但这一次没有挑战 好 我们到侧面来看 车身尺寸 因为是年度改款 其实车身尺寸也没有变 甚至整个外观你绕一圈 它的变化都是没有的 但它的核心在哪呢 在内部 因为它有本质的升级 第一个亮点在哪 就是这个车门 以往这两个前面的车门 是没有科技与狠活的 现在给你加了主副驾的电锡门 而且带房夹 我们这时候上车的仪式感也有了 而且以往我们觉得 电锡门是一款很高级的配置 现在腾式第九给你标配了 现在上车四门加上尾门 都加了一个金属的试条 上车的仪式感要足 这是品质的升级 前排的升级集集中在一些 也是细节上 方向盘现在是真皮的材质 而且带了方向盘加热 北方用户这个功能非常的贴心 还有现在空调出风口 也加了一些金属的亮片 让它看起来更加有质感 往上看 这个后视镜现在是带电子后视镜很像的 其实MPV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经常有些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拉很多东西 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物理的反射是后视镜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会折挡 现在有摄像头的话 我们把摄像头用起来这些科技 就是来服务我们的这些功能使用性的 再往下看 中间这个扶手下面其实现在有科技于很活 现在有一个7.5升的李冰最能冰箱 而且它现在用的是压缩机冰箱 不存在那个发热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升级就是好 这是一款很成熟的产品的一个标志 OK朋友们你要的仪式感 这是40万的MPV该有的东西 电话门双向的都有 这一次呢其实后排它做了一些升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把手上多了两个按键 包括我们座椅的前后的调节啊 这些都有一些机械按键来实施 这样子用起来是更加便利 而且在前方你看这多了什么 小桌板啊 后面有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 这可以放各种东西 而且手机给你有了一个卡槽 背座 还放碗筷的都有 那这些其实我觉得它设计着很多细节点 是照顾到我们的使用需求的 包括上面的屏幕 这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小朋友 照顾小朋友的一些功能 这都是考虑到我们后排的使用的体验 那这儿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7.5升的米冰智能冰箱 你看这儿有四个功能按键 保鲜冷冻加热 那这儿还有除菌 整个 这个打开的这种感觉 立马它这升就上来了 容量很大 这个呢是7.5升可以放8瓶矿泉水 这里面放一些 我们刚说了一些冷冻的啤酒啊饭食啊之类的 它的家用使用体验是更足了 然后呢我们说二排其实很好的点呢 它本身二排就是一个防空零重力座椅 我们座椅的功能是非常多的 按摩呀通风加热这些都有 它一个40万级别的MPV 这些高端的舒适的配置是很全的 而且其实在它的三排 腾式第九是全系都是七座 那三排呢都配得有儿童的座椅 那它的使用是更加的便利 功能是更加的全面了 OK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 以往我觉得腾式第九应该属于台商务MPV 但是今天看完它的配置后 我觉得它的2024款升级呢 是让它的家庭属性进一步强化了啊 因为是一个七座 我们可以带更多的人 而且它的功能呢 是可以兼顾到小朋友到老人 这一系列的使用的 所以它是一商一家都合适